退役少将于北辰 自从变成政论节目的常客之后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最近有一些言论引发了争议 据说对岸现在也都认识他 并且做了很多很多的短影音 于北辰将军到底有哪一些言行惹意呢 包括我们整理在这里 他讲到王毅川事件 不是讲小草 青鸟那个事件 他说王毅川就不能乱讲吗 他不能假设吗 很多名嘴在节目上都在乱讲 这件事情很多反弹 就是说名嘴在地势上乱讲这是对的吗 是不是传播错误的价值 以及我们看到包括 他没有受邀黄埔百年这件事情 那也在网路上发烧 还有最近比较新的是 他在政论节目上面提到 说如果解放军来台 到了台北来登陆了之后 在台北市也会迷路 到新北也会迷路 因为他的理由是说 Google一定连不上 因为到时候打仗嘛 那也会把你给屏蔽啊 所以他没有办法导航 这件事情很多人也说挑战了 很多人的尝试啊 我们台湾的这个军事 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培养出来的少将 他的可能程度不是非常好 那更为大家熟知的是 天工飞弹每发 拦截率大概是70 那如果射出三发的话 拦截率是210 也被对岸拿出来做文章 我们来看看 解放军一旦发兵攻打台湾 除了瘫痪交通的中枢 也有可能直接剑指 总统府而陆军的推降于北城 却说解放军没有Google地图 一旦进入上站 可能迷路却被批评 尝试不足 会迷路 这到底是什么鬼 帮大家测试一下 尤其用百度地图 在大陆开启百度地图 网红韩国人要证明 于北城的言论漏洞百出 因为我想要这个百度去找于北城 那于北城是在桃园 我刚好是郑州路 好舔共哦 市民大道都写得清清楚楚 然后精湛时尚广场 市区能够打航很正常 但若拉到共军可能登陆的 红色沙滩 逐围渔港 假设解放军成功突破暗防 往桃园机场方向 没有Google用百度地图一搜 都知道会有15个红绿灯 耗时10分钟 换从台北港到总统府 也可以按照百度地图来走 如果犯台需要Google 那二战时的同胞国 又是怎么攻取德国 而且一般民众用的Google 或百度高德北斗 都采GPS需要网络才能用 高度机敏设施都不在其中 而部队专属的电子军事地图中 包括内建军事符号 火力涵盖区比的是轻松 甚至潮汐洋流气象图 军队与时俱进要百战百战 虚先知己知彼 宇北辰将军也是桃园市议员 你的同事 刚好跟我同区 我们通常评论同事的时候 就会比较温柔一点 可是我必须要直白地讲 因为大家会讲说 好像宇北辰将军 好像接下来会有接班人或怎么样 所以他现在把这个电视的尺度 用到最大 就是他接下来希望多一点曝光 可是我觉得真的 你不要讲说你是名嘴 或是你是这个市议员 你都要有基本的知识跟专业 我说真的 在友台的时候 他讲出名嘴可以乱讲的时候 我刚好坐在他正左边 我瞋目结舌 我想说怎么可能这样子做评论 或者是反批 我很想做制止他 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样会伤害到你自己了 你怎么说名嘴可以乱讲 只为了护航王益川 大家又讲说你可以乱讲 大家就翻出你过去 讲包今天可以砸旁桶 然后这种历史错乱 然后70%乘以3 211 所以我觉得我跟他夫妻很熟 但是我觉得就我的立场 还有他这个我们讲的 陆军官校的黄艺炳中将 都出来讲的没有必要这样子的 你的节目也不会比较少 然后你这样评论已经 已经完全跟大家认知的事实 跟我们讲的专业度 都有伤害的过程中 桃园市民也会觉得三条线 所以我很想要呼吁于将军 真的这样子不会让你的票源往增加 反而会建商 不管是你或是你的接班人 接下来要选举这样子的 一个可靠性 而且我必须要讲 因为于将军最近在讲反共 反正到最后我就收到一个 我是反共 难道你不爱中华民国吗 中共你们这些 对不对 陆军官校的同僚 难道你就要反共 你被发现在直播港澳台里面 讲说统一是所有中国人要过好日子 那之前的于北成 跟现在的于北成 你又怎么说 所以我觉得于将军走到现在 真的要好好的了解 如果他只进到一个名嘴 或是进到一个 就是说一定要巴着 某一些节目的这种出席的话 那基本上我觉得下一次 选民自己看了清楚 好 于北成将军的这个言行 大家自有公平 不过我们看到帅将军 帅华民 他的的确确说了重话 他说这个拦截几率210% 这已经变成笑柄了 皇埔的学长学弟 都感到很羞愧 这是帅华民将军讲的 那馆长也在直播里头批评他 他说这是陆军官校支持 那讲了更多更难听的话 不过必须讲 他讲到说上了我们台北 登陆之后陆军共军 阿贡会迷路这件事情 其实有一个题目 也被专家拿出来讨论 就是在台湾 能不能用北斗卫星 北斗卫星是 中国大陆的一个系统 我看到有对岸的学生 在台湾就读的 台湾念书的学生 他们的确有实测北斗卫星 是可以用的 可是我们有一些专家就讲 先不要讲于北成的言论 到底可不可笑 那现代化战争已经是 转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来看乌尔战争 导航战 导航战常态化 所以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要 妥善管理 平谱 并且活化运用 透过干扰 强化关键基础设施 来防护我们 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敌人的这些设施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干扰 或者是应该要把平谱这件事情 做更细致的管制 现在你可以想 我们在大陆不能用FB 大陆不能用Google 大陆是没有的 大陆是百度 大陆是北斗 你就想说 那我到大陆还用FB 我还是用FB 为什么 因为我的网路就是连 台湾的翻墙 对没有翻墙 没有翻墙 我就直接买那个他是漫游 我们可以在大陆漫游FB 可以在大陆漫游Google 同样的 他可以在大陆的人 可以在台湾 一样漫游 你的百度 你的北斗 是为什么不可以 完全一样 就这样的一个common sense 我们余大将军怎么会犯这样的一个错 说会迷路 来我们就看 我们上一趴讲的那位庭长 没有GPS 不是就过来了 就过来了 你想 他也没有迷路啊 他迷路 他很顺利的 你不觉得吗 而且我强调一点 中国大陆不要忘了 这国共两军在打仗的时候 最激烈的是什么 共产党前面都是渔船 他的主力在后面的 前面是渔船 然后就想到说 这个我们上一趴讲的 那一艘的快艇 会不会是他的一个先前部队 来探个路口 这样子 他讲说什么透奔自由 那个大概可信都很低了 我倒觉得他应该是有计划的 可能大船 装小船 然后过来开始试探 才发现说 台湾的海防这么低楼 空荡荡的几下 这个如入无人之地 而且他可以上岸 你可以想说我们的海防多脆弱 我们的国防多脆弱 你看到今天的国防部长 顾立兄 我怎么进入状况 他在回答的时候 呲呲呜呜呜呜呜 只是我们继续这次的教训 啊是什么 满灾 原来邱国正想第一集喔 只要进入我的十二海里 是不是进入了 进入我们的领海了 我们的领土了 要击落啊 这第一集 实际上不管什么原因 邱国正将 对不对 结果让他进来 那现在改了 顾立兄改了说 现在没有第一集 不是防卫权的形式 他的意思就是 老公没有打我 我不要打他 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今天讲的 滴滴踏踏踏的 今天直冲 我们淡水河口的 这一位这个人员 他有解放军的背景 的确确确我们要警觉 不过我们看到许巧鑫 在脸书上就酸了一下 这个可能我们的国防 或者是我们的 相关的海巡单位 他说这个人应该是迷路了吧 迷路了吧 所以他才会直冲 我们淡水河口 不过讲到许巧鑫 他有一些争议 今天被周刊给报道出来 到底什么争议呢 我们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看 好今天靖周刊初刊的一系列报道 锁定的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 徐巧鑫说他卷入三案 包括大姑老公在法庭上大爆料 说他有涉入浅浅案 有回馈 有内线 等三样不法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报道 就很灰心啊 徐巧鑫语气相当无奈 因当时被影射卷入大姑洗钱案 没想到大姑夫妻被收押后 又有案外案 根据周刊报道 徐巧鑫大姑老公杜炳成 在严压庭指控 徐巧鑫另外涉嫌浅见身文 收受回馈 跟内线交易等不法案件 徐巧鑫昨天发文说自己忍不住哭了 原来是因为知道自己要被爆料了吗 姿势体大 徐巧鑫作为立法委员 应该要好好出来完整的说明 谈话徐巧鑫正面对决 但早上没进立院发声明驳斥 杜炳成所言不是事实 检调如果任何怀疑一定要办 另外针对浅见身文案 徐巧鑫指出仅认识的浅见业者就是郭喜 是因为当时揭露弊端 两人甚至是站对立面 难不成就要被报复 他被立件述表示 日前激进党已告发 检方已将徐巧鑫列被告 若令设相关不法 检察官将一并调查 而徐巧鑫大姑刘上杰 替炸团洗钱案的令民共犯林玉伦 他日前在法庭亲口证实 去年把民进党立委赖会员 涉嫌论文抄袭资料给徐巧鑫老公 不过他身为公务员恐怕违反了 随后强调相关行为 绝无涉及公务火术自清 就怕再落入敌营全套里 好 我们看到徐巧鑫 刚刚已经到台北地方 台北地检署去告了 告的对象有两个单位 一个是这个靖周刊 就是提供报导的这个媒体 另外一个是她大姑的先生 所以看到她的脸书上 是这样发文的 针对不实新闻就是告 今日下午在我先生的陪同下 向台北地检署提起刑事诉诉 分别提告杜炳城诽谤 以及靖周刊加重诽谤 目前已经完成了告诉 来 先请教委员 巧鑫已经去告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 要先去看看 报这个料的人 他做了怎么样一个事情 他这个大姑娘做什么事情 他用虚拟的货币 去帮诈骗集团去洗钱 获利2700万 这样的人讲的话 你到底要不要相信 这是要先画一个问号 对不对 所以巧鑫不只是去告 他說完全不是事实 如果有任何的 減掉任何的法语 赶快办 那我要问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 他说的三人 最严重的是哪一个 他說他涉入了 潜见升文的不法案 这到底是有这么简单 一个立法委 前八年都是民进党在执政 在野党的立法 民意代表 有办法去涉入这个 潜见升文的这个案件吗 他不是自己找死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一方面要查得清楚 可是一方面 我不大认为说 像徐小青這樣 以前只是一个市议员 現在當了立法委員 他有办法介入这么深的 潜见这个升文案 第二个我要问 民进党一定会发动 很多的攻击 你看小青已經被打多久了 很多人在讲没有错 可能那个声量 也不见得是好的 而且好像看起来 仇恨值很高 不過我要问 这段时间打他这样 他打不死 他这声量就越来越高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支持就竟然 已经进到司法这个系统 对不对 司法体系 赶快去把它查清楚 可是相对的 这段时间里面 如果是抹黑 或者是到底哪些东西 是不实的指控 我们不是也要一个 理性的判断这个方式 不是说很多人过来 丢了泥巴 然后抹黑了 徐小青我们就相信 这个民进党的党团 今天由吴思耀代表出面说 徐小青应该勇于面对 清楚说明 这个所谓的收回扣等三大案 那北检是讲说 如果涉及不法 就会调查 那记者也跑去问了北院 北院不回应说 侦查不公开 来 请教深汉委员 其实我觉得 巧新委员提告 这都是基本动作 就是 我觉得现在为止 这些都是基本动作 但是确实 其实让大家比较讶异的是今天早上 因为今天早上看到他的这个大姑的丈夫 那出来的这个指控 我觉得这是大家 至少我们没有想到 但你也不会说 他这个杜炳成就是什么民进党的 或什么 大家也不太会这样去讲他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说实话 他牵涉到浅见 浅见声文 回扣等等等 这些问题 我说他的指控的内容是这个 这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 严肃的事情了 就像今天党团 民党党团 我们今天也一直被媒体问 我就对我们来说 因为这个事情 目前的资讯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说 希望 徐晓星就应该要出来 把这事情 自己把这事情给讲清楚 到底他大姑的丈夫 讲的是什么事情 还是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个都需要后续的证据 来去验证这件事情 但我自己是觉得说 当然现在确实就像刚刚 齐开委员说的 因为徐晓星的这个仇恨值 仇恨值高 所以他势必会激起不同阵营之间 高度在这个议题上面攻防 我觉得这 我说这都是基本的 这都绝对是基本的 尤其是他的之前的这个议题 从他原本是有没有涉及诈骗 连连看的问题 到他的穿着 然后一路甚至到这个林渝伦 他的太太出来说 你是不是要把罪都全部推给林渝伦 其实宛如一个连续剧一样 但是现在谈到浅见的问题 尤其现在小新委员 又是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我觉得是需要非常非常严肃的 看待这个问题 但当然是需要证据来做相关 不管你要证明他有罪无罪 或跟这件事情是只需乌有 我觉得都需要证据来清楚证明的 就是我想要谈的就是有关于海昆号 其实他还没有下水测试 怎么会有声纹呢 因为浅见的声纹 就好像人的指纹一样 每一艘浅见他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浅见的这个声纹是下水之后 他声音的总和 所以要等到浅见真正下水之后 他才会有声纹的产生 那根据台船的这个资料显示 这个海昆号到现在都还在博港测试 而且测试一些声纳空调通讯电源等等系统 那他海上的测试 根本连时程表都还没有出来 也就是说海昆号他本身 是没有真的航行过 他的螺旋桨都还是封起来的 如果都没有航行过的话 怎么会产生升纹呢 那所以指控徐晓鑫说外流浅见升纹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攻自破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案子 其实有三大疑点 第一个如果是那时候 这个就像周刊讲的 就是说他要去做lobby的时候 他要帮这个国防的 任何的厂商做lobby的时候 你怎么不是直接找 当时候的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 会去找一个台北市议员 他当时是台北市议员 台北市议员 他找他可能只有一个 就是声量很高 他打这些议题 但是你要说 要持续处理这个国防里面的 这种千世万里的政策细节 你找一个议员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 第二个他讲说你看 难怪乎那时候他每天追着国防 追着郭席打 那时候是人人打郭席 人人打郭席 怎么会是许晓星 单一个人打郭席 那时候大家不是检验海昆浩 不只有他 所以要把这个故事 跟他结合在一起 我是觉得有点 比较难熬的过去 而且就我知道的讯息 郭席现在已经搭着高铁 又要来台北上一些节目了 就每次看到他 每次就是在讲话的过程中 你就觉得是真是假 而且我觉得因为早上我很仔细 看到这三篇 我看了里面 其实有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杜 这个杜 杜秉承 杜秉承 他的那句话讲说 他收回扣 然后他有介入这些 国防浅界的事情 这句话是新的 因为其他都是老的故事 我们要相信一个诈骗集团的话吗 如果一个诈骗集团的话 我们要把他无限衍生 好像就要去杀害这个许晓星 我觉得大家全民不会接受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赞成的说法是 像许晓星下午的做法 他直接去提告杜秉承 然后提告周刊 因为他认为他的名誉受到毁谤 那就由司法来认定 可在各过程中 真的不要所谓带风向做人格的谋杀 是 我们刚刚看到许晓星受访的时候 第一句话没有讲话 他是他叹了一口气 我相信他现在大概也觉得心情很乱 就觉得事情太多了 包括郭喜 刚刚这个林涛提到的郭喜 的确他今天节目满檔 他也接受媒体的访问 他说许晓星是一个邪恶的女人 来 我看 这件事情我的评论很短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中华民国是无罪推定 所以任何人被怀疑 什么都要看后续的办 而且许晓星 晓星已经去提告了 那他提告的是杜炳城先生 跟这个靖周刊 那我的看法会是杜炳城先生要不要告 可能要先確認一下 他是不是是消息来源 觀眾朋友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中华民国的这个 除了无罪推定之外 我们的侦查是不公开的 所以在侦查庭跟激押庭 激押 他是个延押庭 就杜炳城現在被押 那他是不是可以交保 所以要开个延押庭 在延押庭上面 他讲了这个事情 这是周刊的报道 你怎么知道 谁知道 你怎么可以知道 消息来源是谁 因为延押庭是法官会去裁定 能不能交保 所以会提到那个涉案的内容 所以延押庭跟一般的这个 我們廷庭 像以前怎麼樣 你可能有民事官司 怎麼樣 你可以記得 沒有開放 那既然沒有開放 為什麼可以寫出這篇报道 那既然是這樣 那所以寫這個報導的媒體 就要負全責 說不是杜炳城兩個月後放出來講說 我根本沒有這樣講 那所以我就不會去討論 這個細節 這個內容 但是徐曉星 曉星已經講了 就不管內容為真或為 杜炳城有沒有這樣講 他不管 他已經告訴你 沒有這些內容 所以他去告這個報導 這個內容媒體是對的 但杜炳城有沒有講這件事情 依照我們的這個司法制度 他根本不應該被媒體知道的 因為偵查不公開 來 委員怎麼看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要鬥垮一個人先鬥臭 先鬥臭 現在我的感覺就是有一隻手 要鬥臭許小心 所以這個事情跑出來 我非常同意 我和你講的 杜炳城已經關在裡面了 他要講早就講了 為什麼現在在講 為什麼現在在講 而且怎麼會外洩 對 怎麼外洩 給金周刊 這東西 這是我們打一個很大問號 就是人格的一個 這個毀滅 毀滅嘛 開始這樣子嘛 先幫你鬥臭 鬥臭又再鬥垮 然後你注意看 今天這個題目保證 有泰政論節目 每台也是 我們都在講 他還比較講 他們還比較講 而且是整趴在講 我們說一趴而已 他可能說三趴四趴 一直講 對不對 把過去都連起來講 說兩點鐘 對 整個來講 鋪天蓋地 我高度質疑 我們洪委員說不定 聽得不高興 你不一定 這個我高度質疑 背後有人在操作這個事情 就是一條龍 當然跟綠營有關係的 殺徐曉星 殺徐曉星 一條龍服務 把你這個周刊丟出來 之後 他就巴不得徐曉星有反應 他就高了 好了開始喔 噼里巴拉 再打一頓 對不對 然後呢 整個來講 就是一直追殺 鋪上來打 鋪上來打 我們留一點時間給委員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那個 那個剛剛 賴委員在休息的時候 講我很多好話 但是我要說 剛剛賴委員的這個高度質疑 我認為也要有證據 我認為也要有證據 那坦白說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難想像 我說杜秉承怎樣 現在到底跟綠營是什麼關係 綠營 我從來沒有聽過綠營 誰去認識什麼杜秉承 怎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說要做這個指控說 後面現在是綠營在編導 這也要有證據 我認為如果沒有證據 講這個話 我覺得還是非常非常不妥 不過我講 不過我講一下 可是靜週刊跟你們的關係 就廢親了 靜週刊就廢親了 過去幾個月裡面 靜週刊其實也有很多報導 其實揭露了執政裡面 某一些弊端 也有 靜週刊也有報導 所以一下子要去把某一個媒體 一定要往他顏色 顏色 什麼顏色上去抹 說誰可以控制他 我真的覺得這個 是 要有進一步的證據才行 這邊有幾個關鍵 第一個杜秉承在裡面 他不可能跟靜週刊的記者 講這個事情 第二個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靜週刊的記者跟檢調 是非常熟悉的 大家應該知道 以前有看過一些報導 就是靜週刊的記者 是可以進檢調單位 特別是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的那個辦公室 他們有時候常常有些內幕 就這樣出來的 所以我呼應剛剛賴文講的 這個消息不可能是 杜秉承跟記者講的 那到底是誰給他的 所謂的可能性 那目前看起來 最有可能是誰 檢方 所以現在檢方要講 這個檢方現在應該是有責任 如果杜秉承沒有的話 那是誰給的這份資料 所以就讓人家畫一個疑問 就是說那你說檢方 為什麼要給靜週刊這個資料 這個講法我還相對 比較可以接受 這個講法可以接受 但我說一定什麼綠營什麼 我覺得不一定 不過我們還需要更多 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證據 因為這件事情才剛剛發生 我們不要冤枉檢方 可是檢方可能要回答我們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杜秉承沒有 那這個東西到底哪邊來的 看起來檢方應該要說明 社會上有很多懷疑 社會上也有很多 所謂黑影床床的事情 不過還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 出現之前 我們現在只能相信 我們的司法會 好好的進去調查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好 我們先進一步 我們先進去打